曾几何时,单体技能已经不能满足于奥特曼了 遇到实力强于奥特曼几个档次的怪兽时 合体技或许是唯一的出路 合体技不仅能将两种技能的威力融合 还有了功能性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奥特曼中有名的合体技 前排提示 合体技咱们只看有两位或者最多三位组成的 那些一群奥的不在考量范围之内 估计大部分观众都以为奥史上的第一个组合技是在雷欧TV中 雷欧与阿斯特拉的组合技 其实不然,早在捷克奥特曼中就已经出现组合技的生意了 只不过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在意 他便是捷克38级中初代客串捷克 与赛文合力使出技能 两人交叉复行制造出一个能量补充区域 使得与纳克尔先人达到能量耗剑的捷克重新恢复的力量挣脱了束缚 由于此技能从形式上来看确实不太像组合技 所以被大多数人忽略 你知道那位大人其实也释放过组合技吗 那就是在艾斯TV中 索菲与艾斯一起联合使出双重攻击 双奥为了对付阿里蓬塔和吉隆人 各自牵住了一只怪兽的头 然后面对面拖着超兽快速跑向对方 利用惯性使阿里蓬塔和吉隆人的头相状 使其瞬间毙命 艾斯奥特曼之后是泰罗奥特曼 双奥也在剧中解锁了奥史上的第三个组合技 在泰罗34级中奥的兄弟全部过来助阵 面对帝国新人 艾斯和初代率先出手 双奥释放出的光线变成了光绳子 雷奥除了被粉丝称为招和格斗王之外 他也是招和奥中的组合技之王 因为有弟弟阿斯特拉 所以两兄弟能时不时的 列一些组合技来提升自己的整体实力 其中威力最强的便是奥特双重闪光 在释放之前 雷奥与阿斯特拉需要先改变站位 摆出一前一后的姿势 无论哪一方在前都可以 位于前方的奥特曼保持半蹲的姿势 后方则在前方的头挺 将双奥的手同叠发出的破坏光线 威力是单个技能的数百倍 加龙和利特尔兄弟 此后也打败了许多对手可以说是杀敌无数了 在超音和外传中 雷奥还将此招传授给了赛罗 然后与其合力施展 仅仅一招便消灭了假赛文和假初代 奥特双重火花是两兄弟的第二个合体技 雷奥两兄弟一组已有将能量结合后 可以释放出一束蓝白色的光束 在39机中修复了被奥王打断的奥特钥匙 这光线有着修复物体的能力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伤害 飞踢技作为雷奥的招牌技技能 怎么能不将这招传授出去呢 不过跟不同的人就能提出不一样的技能名字 跟徒弟赛罗联手 释放出来的就是仕途飞踢 跟小梦一起提出来的人 就是雷奥与孟比优斯飞踢 在孟比优斯34期中面对雷夫莱特性人 雷奥施展了雷奥飞踢 小梦见状施展出了燃烧孟比优斯旋转飞踢 双欧一前一后提包了雷夫莱特性人 只有与弟弟阿斯拉一起练的 才叫兄弟飞踢 兄弟飞踢的威力是雷奥飞踢的两倍 一共对付过三只怪兽 甚至是66.6% 此外两兄弟小打小闹的 也练出了双重踢 以及左飞和艾斯曾经释放过的双重撞击 在34集中 雷奥与杰克也曾一同释放过合体剂 当时正好出现月食 突如其来的黑暗分散了怪兽阿修罗的注意 于是双奥同时向怪兽施展 灌注念地的飞踢 一击将其消灭 两兄弟最新的合体剂 便是奥特银河格斗中的幻兽霸王拳 雷奥运用从雷格洛斯那边得到的幻兽拳斗士 阿尔比欧的水晶 施展出宇宙幻兽拳的力量 结合阿斯特拉持有的法路德水晶 以及雷格洛斯自身的赤龙白虎拳等等 共计五种幻兽拳斗士的力量 释放出红打的破坏光线 仅仅一击就秒释了阿姆索琉特的战士迪亚波罗 但是那是至今为止三人释放中的最强合体剂了 艾迪的组合机应该算是最离谱的 别的二号的都是跟其他二号一起释放技能 至少是个活物 艾迪倒好直接跟死物一起释放技能 这个死物便是光阴的雕像 在42集中由于人类过度开花山洞 炸药炸翻了洞中的光阴雕像 于是被镇压的怪兽复活了 几名艾迪一人的力量是咋不过的 他就想到借助光阴的力量 将雕像扶起 然后与其一起释放合体光线 散发着平和光芒的强力能源 也就是奥特观音光线 重新将怪兽刺拉斯伊玛封印 自人救急中则稍微收敛了一点 与尤利安公主解锁了新技能 此造为爱迪与尤利安的合体剂 两人在宫中紧握双手 进行高速旋转的同时 释放光能 清晨能量漩涡 如同巨大的光芒飞镖 对准精神突撞而去 一击打败了连沙库修姆光线和后代光束 都能无伤抵挡的 普拉茨玛和米拉茨玛的合体状态 招和最后一个合体剂 则为合体光线 在超音和传扬中 贝利安为了夺取等丽兹火花 一路过光转将 将副本打到了等丽兹火花塔内 此时爱迪捷克和艾斯 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出现 三个二的技能 如果单独拎出来打贝利安的话 肯定是造不了实际伤害的 于是捷克释放斯坦修姆 艾斯释放梅塔利姆 爱迪则是沙库修姆光线 光线在空中旋转组合成最大的光流 可惜被贝利安的终极战斗仪回弹 如果能加拿打到后退这么多步 如果没有格斗仪 那造成的伤害一定不敌 从来说 迄今为止 从战斗表现来看 在招和奥特曼释放出来的合体剂中 雷欧兄弟和雷格洛斯三奥释放出的合体剂 换兽霸王权伤害应该是最高的 毕竟一招秒杀了奥特一族 迄今为止最难传的敌人之一 当然这是阿祖的观点 如果有不对 欢迎评论区指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